在中国被当垃圾对待的东西,在印度却被奉为美食,一日三餐离不开。 如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,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都逐渐提高了。 有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有些人有了更多的时间,去全球各地走一走,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些放松。 全球各地的美食,也是风格迥异。 但是不一定每一样,你都吃得惯,有一样东西在中国被当垃圾对待。 在印度却被奉为美食,一日三餐都离不开。 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强的国家,而且还是一个风俗习惯非常奇葩的国家。 他们吃饭并不用筷子和刀叉,而是直接用手抓住吃。 何想而知有多么的脏。 在印度的卫生环境,也是公认的差。 去过印度的小伙伴,估计不会想去第二次。 在印度的首都的某个角落,垃圾成山。 整个城市的人,每天都要遭受恶臭的气味。 不过这些他们好像习以为常。 印度在古时候,好歹也是一个四大文明古国。 如今怎么变成这样呢? 可能数千年文化的变化和经济落后,使得它一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。 贫穷会让有些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。 哪有闲工夫去管理环境治安? 一新之后发展经济。 不过去印度的时候,如果你想买印度的小吃品尝。 如果有导游也一定会让你看清楚在吃。 在印度有一种小吃,可谓是非常奇葩。 一般人看到还真吃不下去。 他们用的材料,就是我们平时吃完香蕉剩下的香蕉皮。 大家都知道香蕉皮放久了,可是会变黑被氧化的。 这么恶心还有人做出小吃。 这款小吃叫做香蕉皮鱼泥。 他们会把吃剩的香蕉皮不断的储存起来。 然后等到一定量的时候,就把香蕉皮用一个大锅。 用水淹没它。 直到煮到香蕉皮变软变烂再出来捣碎。 这个过程也是有点恶心的。 然后下一步就把新鲜的鱼块碾碎变成鱼泥。 再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搅拌。 最后他们再配上他们自己做的配料。 便可以成为他们饭桌上的美食。 在中国被当垃圾对待的东西,却被印度人当成美食。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。 印度一直都是在吃一些非常的奇葩的东西。 但是中国小伙伴看了肯定受不了。 毕竟那么奇怪的东西。 甚至是垃圾的东西,还能利用做美食。 这想都很难想象。 不知道小伙伴还知道其他印度其他的小吃吗?